将热水倒在塑料薄膜上 然后分别在两边放一块干冰 可以看到干冰产生的白雾会迅速向中间移动 在遇到热水产生的热空气后 迅速上升并开始对流旋转 中心处产生一个低压区 吸引周围的冷空气不断向中间靠拢 规模越来越大 这其实就是台风 效果可能不明显 那我们用风扇来制造一个中心低压区 可以看到这次的台风显然更加凶猛 看到这儿就不难理解台风是如何形成的了 台风又被称为热带气泉 它的形成有几个必要条件 首先就是大片静止且温暖的海洋 这不仅是表面温度要高于26.5摄氏度 在60米深的一层海水里 水温都要超过这个数值 就像实验中的热水一样 海洋上方会产生一股暖空气 空气变暖后会变得更轻飘向上方 此时它的中心就会形成一个低压区 然后就会出现高压补充 也就是其他地方的风会来代替这股空气 然后这些风也会继续受热上升 上升的空气含有大量海平面蒸发的水气 在上升中会遇冷凝结成云 这个过程会放热 于是低压区越来越热 过来补充的风也会慢慢变大 这时这个气团就会开始旋转了 等一下 台风为啥会旋转呢 简单来说这是因为地球在自转 而且从图中不难看到 北半球上的台风是逆时针旋转 但南半球上的却变成了顺时针转动 这其实就是科里奥利利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地转偏向力 让一个小球在静止的圆盘上滚动 可以看到 此时小球的运动轨迹是直线 但如果让圆盘开始转动 就能发现 小球的运动轨迹受到了影响 从直线变成了曲线运动 地球就好比旋转的圆盘 而风就是那个小球 在克里奥利效应下 地球上的风基本都是走弯路的 所以上升的气流会围绕着气旋中心盘旋 转得越快 离心力就会越大 然后气旋的中间就会出现一个洞 也就是台风也 就好像洗衣机利用旋转产生的离心力 把衣服甩干一样 台风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 会把中心区域的水蒸气甩出去 而且因为中心区域外的空气旋转的太厉害 外面的风也不能轻易进入中心 所以整个台风区域中 台风眼反而是无风无雨的 但它也只有在陆地上才会保持安静 一旦进入海中就会变得狂暴起来 这是因为台风中心是低压区 因此在台风登陆的地方 往往能引起剧烈的浪潮 造成很大的损害